大家好,我是七叔,欢迎回到我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口罩的话题 今天不讲摄影,讲口罩 因为我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做一家防疫公司的设计摄影 还有市场的工作 也了解了一些口罩的型号和标准 包括欧盟的,美国的,日本的,韩国的,国内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去选择口罩 各种口罩这些什么区别 首先和大家分享最常见的平面三层口罩 是两层五纺布,中间夹着一层绒喷布的三层口罩 主要分级有几种 一个是GP-T3610,YY0469和YY0969 这三个之间有什么区别 对基础是可以达到一个过滤作用,防护作用 在生育级,医用级别会有更高的过滤率 医用灭菌级别的做的是一个对口罩的灭菌 它是使用在手术间的 是防止这个口罩对病人的创补造成污染的一种 这是用一些化学制剂进行杀菌消毒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常见的立体口罩 N95,美国的N95,韩国的KF94 和欧洲的FFPE,FFP2 这些口罩都是防护口罩 它本身的功能是做一些灰尘很大的一种工作的一个防护工具 它本身的防护系数是非常高的 病毒的颗粒其实远远要比这些灰尘 比它那些粉尘要大得多 它保护你去防范这样的侵害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普通的就是高过95%的过滤率的 就足够去满足我们的需求 但是这种口罩也有它的缺点 过滤率达到了以后它的阻力是非常大的 你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通勤 比较长时间去戴这个口罩不是很合适 因为你坚持不住 中间如果你想去调食口罩或者去摘下来呼吸 都会增加你的风险 大家去酌寝去考虑 如果长时间佩戴在风险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还是使用平面口罩 如果有一定的风险 那就选合规的立体口罩 那么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出门 注意戴口罩回家勤洗手 注意防疫的一些信息和通知 我们一起去共克这个难关 我是你们七叔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点关注